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没有问题 这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一把打得超级精彩的一把抽出兵位置 这把剧情呢 比较长 25分钟 但是 咱们最后啊 玩的 那是相当的精彩啊 我觉得 咱们从来没有打得过这么精彩的素材啊 好 那我们到 首先 下面的这个紫色里面 她的这个是一个科技位置 对吧 直接造船场啊 她就可以把她的这个五位级战舰就搞到我们的家里面了 诶 你看 她的这个五位级 难搞啊 但是 我们在第一时间呢 已经用我们最快的速度 造了两个爱国者来防守对手的这个五位的导战了 你看 就这个地图啊 咱们想要硬钢下面的这个位置 真的非常的难打啊 然后呢 你看 这紫色 这样的资格有三万块钱的这个初始资金 对吧 直接搞了这么多的这个导战船啊 你看 咱们啊 虽然说想用船场造驱逐舰过去打他的这个大船 但是完全没有机会 对手的这个大船呢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啊 你看 我们现在呀 手上的这个爱国者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超时空啊 突然好了 诶 我们这个时候听到的声音对吧 超时空好了 抓住机会直接丢掉对手的大船 你看 对面呢 这一波就等于损失了一万块钱的船啊 诶 然后啊 小子这就直接受不了 直接他就投降了啊 但是我觉得 小子 这投降的确实有一点快了啊 虽然说我们还有一个超时空 本来啊 咱们是打算搬家搬到这个小黄的家里面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位置接受肯定守不住 好 那我们趁那个小黄在打架的时候 过来直接借一下小黄的基地 诶 小黄现在啊 肯定 诶 这个人在外面打架 对吧 他比较忙 那我们就过来借一下他的基地 然后咱们直接来放下碉堡 好 你看 我们现在啊 这个基地被没有第一时间拉走对吧 没有第一时间拉走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要这一块地盘 好 那我们呢 赶快把这个供灰基地拉走 拿回家 再说啊 我们家里面咱人过不去 但是拉到水上面呢 非常的安全 好 你看 我们现在啊 陆地的这个 诶 什么冰啊 碉堡啊 基本上粘住了对吧 哎呀 赶快把这个冰岩呢 给他放下来 快点让咱们的这个冰岩掉了 这个我们就没有延伸的建筑了对吧 好 然后啊 我们用剑点过去 跑在他的这个矿场里面呢 摸一下 现在小红啊 他没有基地 没有基地那么多钱呢 他花不完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好人对不对 我们来替他花一下 好 大家看 我们现在啊 这么多的这个碉堡 直接顶住他的这个点 再过来 哎呀 我们再过来接一下 哎呀 坏了 结果这个算小粉的基洛夫这么多吧 这么多基洛夫直接开到我们 右上角的这个地盘上面来了啊 好 那这一波啊 我又找了一下 哎呀 坏了啊 我的那个 供徽基地啊 好像被小粉的 什么潜艇给搞没了 那坏了啊 我们的供徽基地就没了 不过问题不大啊 我们有右上角的这一块地盘呢 也差不多够了 好 那我们呢 手上就等一下现在 呃 现有的这个超市空了 对吧 毕竟呢 我们右上角现在没有建筑 把多工的船送过去 直接打掉对手的基洛夫 我们之后 啊 就可以开一下右上角的这边矿局了啊 但是我们 哎 又看了一下啊 现在小粉 好像想要运输船啊 运什么东西 我估计他想运一个基地车过去对吧 好 那我呢 就暂时不要轻易玩咯 好 既然呢 对面想运一个基地车过去 那我们 哎 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把它 变个颜色呀 既然你搞掉了我的供徽基地 那我觉得啊 你还给我一个苏军基地 那肯定不过分了 对吧 哎 你看 果然呐 这一波小粉 他把他的基地车拉到了右上角过去开框了 而且小粉啊 并没有从陆地过来给我们压力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 非常的 有操作空间了 我们直接啊 把这个 装笔层 哎 咱们再准备一个小小的间谍车啊 待会啊 我们先不要摸他的基地啊 先摸他的基地 他就有防备了 我们先过来啊 摸掉他的这个高科技 然后让对面的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赶快过来啊 再组一个这个小偷特 然后你看我们再组几个防空的 毕竟右上角对手的这个基罗夫的送料太多了 对吧 我们特地组了几个这个一星的 然后喘过去 第一时间啊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咱们赶快过来啊 摸掉对面的基地 你看 对面这一步啊 还在打我 在他高科技旁边的那个防空车呢 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基地就被我们给摸走了 对吧 那你看 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有了右上角的地盘 手上还有了一个优理感 好 然后啊 我们打掉了对手的矿场 现在手上呢 又多了几个这个三星的多功能 对吧 那我的三星多功能啊 你看 打对面基罗夫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对面的基罗夫想跑跑不了 想打呢 他又追不上啊 对吧 非常的难受啊 你看 对面基罗夫想过来炸我的基地 那没事啊 我们只要不弹 基地车一拉走 这肯定是他没有任何的机会 能把咱们的这个基地车给炸掉的啊 好了 你看 我们现在啊 是不是就可以照一下有力改雷啊 直接给这个运输船啊 给这个大船 给这个运输船啊 打一个电话 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打一个电话 对吧 他就变成我的人了啊 好 那我们呢 直接过来 疯狂炸一下粉色家里的建筑 没有想到啊 粉色直接就投降了啊 受不了了 好了 现在啊 其实我们 朝始终位置最难打的一个敌人啊 就是下方的这个小绿 小绿 他目前有点厉害的啊 小绿他目前 他比起箱子位置嘛 对吧 箱子位置在一张双科技 还有鞋 那这一波啊 我们 不太好准 因为咱们的这个超终位置啊 经历太差了 而且我把所有的金甲全都用来造这个 盟军的垃圾小防空来 那正当情况下啊 这个盟军的垃圾小防空还是 不太行的啊 他的实力有那么一点弱 像对手啊 要是有复制一心文 这咱们还是有大叔的这个防空比较好对吧 哎呀 然后你看 这两人呢 明显开始统一战线了 发现咱们有有力改啊 前过来先把咱们这个有有力改的超终位置给干掉了对吧 然后现在这个小青呢 肯定对小绿感恩戴德 那这把咱们就有点麻烦了对吧 很明显啊 我们一个小小的弱小超主公 要跟对手两家开战了 好 漏吧 那就过来 看看一个超主公能摸到小绿多少钱对吧 最后啊 这一波 坏了 亏本了 都没有摸到几个钱 然后你看 哎呀 这怎么小绿啊 他也有有力改啊 那很明显啊 那中间的那个粉色 在我们偷到高科技的时候 他并没有多少的操作 这像小绿啊 也偷到了一个这个高科技 现在这绿色也有有力改的话 我们就比较难拿了 这把非常难搞 好了 现在啊 你看 我们现在超主公 没有什么好弄的东西 传达了这个基地啊 没什么必要啊 传达基地 他的基地 光速就能再减一个 或者说再造一个 哎 那我们就看到了 对手在下面 有好多的这个光能坦克啊 在减buff了 那我就想啊 咱们待会儿 能不能把他的那个光能坦克 传过来用油里空的再给他传过去 用来打的对吧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先用一下超主公啊 反正超主公没什么用 先把咱们左上角的这个东西 全都运到右上角去 因为左上角那个地方啊 是可以修桥的对吧 而我们这里啊 由于前面的那个 填海位置 他选的是这个共威填海啊 他要是选海军位置的话 他那里是有个桥栈子可以修桥了 但这一步啊 他没有选那个位置 好的 你看 我们呢就赶快把这个左上啊 没有用的建筑全都给他卖了 现在左上啊 对于我们来说 也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对吧 赶快把这个 复制中心啊给他搞出来 更好了 咱们是美国 哎 美国的这个散兵呢 非常的好用对吧 我们直接把它全都塞肥到这个 复制中心里面 那我们就能赚一下钞票了啊 好 那我们呢 复制中心造出来 再把我们的游里感重新造一下 哎 可惜我们 左上角的这个大兵不太方便回收了 要左上角的这个大兵方便回收的话 那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再后你看 这一波啊 小绿 把他的光罗坦克拉过来准备 跟我们决一死战了 那我们左上角啊 肯定是要跑的对吧 左上角肯定挺不住 咱们直接把机体加上这些防空车 全部拉走 然后再把我们手上的这些建筑啊 全都给卖了 毕竟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经济实在是有点紧张对吧 如果说咱们不把他卖了 经济啊 后面肯定是不用了啊 好 咱们赶快抓住 手上有钱的这个机会 现在手上不是还有几千块钱的对吧 好 经济车展开啊 咱们多造一些防空 然后呢 你看我们造了一个这个 手上啊 拿着这个大哥大的游里 啊 这叫心灵突击队啊 心灵突击队 那好多兄弟啊 他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 他经济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呢 啊 给他讲解一下 心灵突击队啊 这个游里 他是拿那个C式过去可以炸对面建筑 他进了一个多能啊 是跟海豹一样是可以杀兵的啊 但是他没有那个普通的游里 放屁的那个效果 他就放屁啊 他变成那个C式进去炸建筑了 对吧 当他啊 炸建筑升到三线的时候啊 他的射程会 跟GD神差不多 啊 他就射程非常的远啊 然后这个突驴啊 他是免疫碾牙的 而且皮还厚 跑得也快 你看 我们呢 直接把对手的这个光的坦克 传过来对吧 我们待会儿啊 就打算用他的这个光的坦克 然后再传过去的田围用来 拆他对手的这些建筑啊 好 然后啊 咱们的这个蓝色的这个 带着大哥大的小兔驴啊 他还比较便宜 一个兔驴啊 他才一千块钱对吧 然后你看 这一波啊 下面的雷驴千水田啊 想上来搞事前 想把咱们的这些什么 小兔驴啊 全都给他炸死对吧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是个机会的啊 我们直接光了田团克拉过去啊 去搞一下他的这些雷驴千水田 然后呢 他的雷驴千水田啊 在我们的这个驱逐剑旁边出现了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有游里改的对吧 自己给他的潜艇啊 喂喂喂是潜艇吗 呃 变成我的人 呃 直接扣两个电话 他的潜艇是不是都变成我们的颜色了呀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 赶快把这个青色里面一口气给灭了 不能让那个青色啊 后面再 搞我们了对吧 这青色啊 他要是一直跟小绿两个人打配合的话 有点顶不住 因为青色他家里面呢 还有四个这个黑鱿鱼 这黑鱿鱼咱们打不掉啊 他的这个位置啊 经济还是要比我们好啊 好 那你看 这一步啊 其实我们还得非常感谢一下那个小青的啊 小青直接给我们来这个包超级一下呗 搞了好多的 哼 这个雷鸣潜水艇啊 给我们用对吧 然后小绿啊 第一时间他还没有反应过雷啊 在家里面一直等着剪箱子 前面建筑被我们炸的挺多的 不过这些建筑啊 其实炸掉 用处不大 因为绿色那个位置他无限前 剪箱子 剪的剪的无限前实在有点搞不太劲啊 然后你看 对面这一步啊 把他的这个蚊子拉过来 抢过来搞我们了对吧 我们赶快把这些多造的兔鱼全都给卖了啊 这个地图啊 他是用的一个有理的内核 我们外兵的话是按照半价来卖的 所以我们一千块钱啊 造的两个兵 把两个兵呢 卖的他还是一千块钱 所以说咱们不亏也不赚啊 这个并没有办法刷钱了 而且我们正常情况下也是不会去刷钱的 好 然后你看对面的蚊子啊 这波很明显想搞掉我们的输军基地对吧 赶快用防攻车手操一下 你看他又想过来啊 到我们的输军基地 输军基地赶快拉手 你看拉走的这个手啊 他的这些蚊子就会变成一个点 变成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出他的蚊子 你看对面想打掉我的这个核电 但打不掉 你看我们的核电啊 造的位置非常靠后对吧 特地啊 我就把核电造到最靠后的一个位置 他想打掉核电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好 那你看 我们啊就用一下小青给我们的亏赠 小青的王羽 直接用小青的这些雷鸣千碎品啊 在小绿的家里面开始疯狂轰炸对吧 你看 哎呀 这个核服饰啊 把我们的导弹 全都给烫炸了 好 那我们这一步啊再过来炸一下 哎 把这一些什么建筑啊 全都给了一波带走 但是啊你看 虽然说啊 我们炸掉了对手的很多建筑 你看这个小绿啊 小绿实在是太肥了啊 毕竟是无限前的一个位置 他手上啊还有好多的基地车 并且经济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这一波啊 就打算传一波这个多功能过去对吧 传一波多功能过去 想把对手的这个苏军基地啊 彻底扼杀在摇篮里面 你看对手这一波是不是就没有苏军基地啊 没有苏军基地之后 我们赶快过来啊 再打他的这两个蒙军基地 把对手的基地你看全都搞定了对吧 那这样的话啊 小绿他是不是就没有基地了呀 我们再过来啊 看能不能多打掉对手的几个兵员 哎这里有蚊子啊 我过来挑几个蚊子 这个多功能啊已经走不了了对吧 能打几个蚊子啊 就打几个蚊子 好 那现在啊 观众们肯定都觉得 哎呀 这边没有基地了 那你是怎么能打到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的呢 那事实上啊 我们虽然说把对手的基地给打掉了 但是箱子为他就可以捡到基地了 你看对手啊 已经开始打散这些基建单位了 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科普一下 我们在捡箱子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机械单位如果太多的话 你箱子里面那些捡到的单位啊 他全都会变成钱 所以我们想捡到基地的时候啊 你看手上的机械单位就不能太多 只要你捡箱子能捡到什么幻眼磁门啊 什么V3啊或者天际光的呢 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代表 你有差不多的概率是可以捡到基地的 你要是这些单位啊 你都捡不到 他捡不到单位啊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捡到基地的啊 好 那我们这一步啊也不能险啊 直接跑到小绿的家里面 过来帮他捡一下箱子对吧 你看小绿啊 一直在忙着打这个的东西 那没有事啊 我们过来要帮一下忙 然后咱们在双线操作 没球车打掉对手的这个突驴 然后再搞一个没球车 哎呀这个钱箱子你看 搞到手了 我们的这个超市固化 只是血赚的 对吧 直接手上啊搞到了一万块钱 正好啊 就对于我们这一个位置来说 最难受的地方就是 溜妈雷 太穷了对吧 好 他的这个坦克啊 对前非常好 我们再把他的坦克直接传过来 搞了几个突驴 配上几个坦克 你看 对手啊 他这里全都是三星全火力的坦克 这个非常好用 但是哎呀别开 我们刚才啊 切了一下驴啊 虽然说切的有点怪 但是已经看到了 这个小绿啊 又捡到了一个苏军 所以啊 就这张地图打到后期肯定 还是箱子位最厉害 没激励 减激励 有激励的 开的脚起来 一大堆的前日 我直接蚊子海啊 就能把你给淹没了 好在咱们这一把啊 是把对手的那个发展给严重牵制了 他现在蚊子海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得小心一点 小心他的蚊子过来跟我们换 如果他的蚊子啊 过来换 把我们的这些兔驴啊 全都干掉 然后瞬间 三星坦克解放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没了呀 所以这边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防控啊 散开小心一点 好在后我们现在盟军击点就一个啊 造一个这个盟军小维修 那现在你看我们的超时光已经好了 超时光好了 事不宜死啊 赶快行动 赶快行动之后 你看我们直接脸目黑坦克 就这个时候啊 我们搞了一个细节小奔驴 细节小坦克过去 专门抢他的箱子 然后另外的这一些坦克啊 咱们专门过去 把他能够造基地的东西 全都给他干掉啊 再干掉这个兵 不过对面啊 在上面还有很多太多的这个兵啊 哎呀 你看 所以啊 咱们想把这个绿色给他干掉 真的干不掉 你看我们就一波一波超时光啊 过去吧 等到对手 他把他的这个坦克 队型给分开了啊 我们就搞不太定了 好那我们这一波 准备走一个险棋 这些超时光传送过去 用这个小兔驴过去 炸掉对面的基地 那你看 其实我们这一波手速已经够快了啊 那对面这一波 基地也现在收起来了 对吧 那我们呢 就又没有搞掉对手的基地啊 所以我们 现在只能在家里面 靠着超时光 来 一波一波打一波 而且啊 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经济 能够造兵的啊 即便造兵的话 我们的兵 又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干掉对手 太多的剑 只能通过传他的兵啊 但是传他的兵他 你看他的坦克散开了 散开了之后 我们就不太好传了 哎 还没有散开呢 还没有散开 那正好啊 下面的六个坦克 咱们也终于准备一下吧 你看 那基地车太多了 对手啊 还有一个这个游里改 如果说啊 对面搞一个 还好啊 咱们手上也有游里改 不然的话 对面这游里改配军船 直接过来搞我们啊 我们没有任何机会 哎呀 你看 这游里改 控制的是不是非常的远了 直接把我们脸上的这个防空啊 都给用了啊 这控制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那没有办法啊 尸里改干不掉 我们只能含泪啊 干掉自己的这个防空车了 你看这个小绿啊 他把他的这些建筑 现在是不是都拉得非常的分散呢 啊 他的兵啊 都拉得挺分散的对吧 好 那我们呢 再把他的这些坦克弹过来 这一波啊 他还没有长机型对吧 把他的这些坦克啊 又给我们全都给控制掉了 那其实啊 我们如果自己传光能过去的话 不太好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经济 就我们啊 用油里造完了之后 我们是可以直接卖掉的 但是光能啊 不可以 那你看 我们就用这种啊 礼台的方式 才能让我们手上啊 有了这么多的基地 有了这么多的防空 好 那然后啊 我们再准备了一个小车 哎呀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车啊 但我都知道 就是 你看对手这么多的箱子 那我们必须得帮他过来吃一次 对吧 对面吃不过来 那没有关系啊 我替的吃 你看 我们现在死伤啊 是不是就有1万多块钱了 再减个箱子啊 直接死伤就2万块钱了 有了钱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蚊子打反攻了呀 好 然后咱们的坦克啊 缤分两路过来打对面的基地 哎呀这基地捡了个假雪啊 运气有点好 好 那我们呢 再干掉对手的基地 但是对面呢 又捡了一个基地 哎呀 你看 就这样啊 往往反反 往往反反 一直啊 都干不掉对面 但是啊 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发现了一个滑点呢 我们现在啊 其实也是越来肥的啊 因为咱们去偷吃箱子对吧 对手啊 他 我们铁幕去偷吃箱子 他放不过来 只要他 箱子他不吃 哎那没事啊 我们替他吃啊 我们一替他吃 那对手他就废了对吧 因为我们 也可以造蚊子海了啊 他说我看了一下 这对面啊 箱子这还是有钱啊 他的这个蚊子海 也还在造呢 哎那我们这个时候啊 有钱啊 他还在造 那我们就得 从这个源头上面 解决问题了对吧 他有钱呢我们 跟他借一下对不对 啊他还在造啊 那我们待会儿 就把他的那个生产建筑 直接给他打掉啊 虽然说他待会儿 还是能捡到基地 好你看 我们直接啊 准备了四个间谍商车 他肯定绝对想不到 我们这个四个间谍车啊 好 那你看啊 我们这里 手上的钱 是不是也花的差不多了呀 把坦克的对象啊 全都给他摆好 咱们待会儿就 随时准备超市空间 你看对手还在造基地 很明显他那个位置 一直在捡钱箱子啊 手上的钱太多了 他的这个箱子啊 都懒得捡啊 好 那我们呢 这一波绝对不能似乎 直接传过去看传哪啊 哎呀这没有什么 特别好传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能 离对手的矿场太近了 离对手的矿场太近就被打 哎呀坏了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稍微傻歪了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 他傻歪了 他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意图啊 你看 我们的箭里啊 直接就钻进去了 事先已经模仿好了对吧 你看手上 瞬间就有了四万块钱 那这一波是不是就 形势突然发生的逆转了 兄弟们 好我们看能不能传一下对手的坦克啊 哎呀对面的这个坦克一直在动啊 一直在动 不太有机会 一波吧 他这一下坦克再闯过来 让我空了啊 哎 抓住机会了 他又开始一个一个 分散开了 四个坦克还没动 四个坦克还没动啊 四个坦克也够了 直接闯过来啊 把他全都给油了 好你看 那我们现在啊 手上搞到的这四万块钱 咱们造蚊子 那我们的蚊子 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样多了呀 那其实啊 虽然说蚊子跟他一样多 但是想把对手一波给带走 还是很有难度的 因为对面手上啊 他的防空车数量也并不少啊 好你看 对面这一波啊 肯定也发现了 我们现在有点肥对吧 想蚊子兵分两路过来 打掉我们的平地 但是很难受 我们现在有蚊子呀 一路蚊子啊 守他的蚊子 二路咱们再用防空车啊 完美守住他的蚊子 好 那对面啊 这一波把他的这些蚊子 送掉了很多了 对吧 送掉很多的蚊子 那我们的蚊子 是不是就稍微占据了一点上风了呢 好的 我们再准备一个见点啊 看看他能不能再稍微摸点超标 毕竟咱们肯定是不怕手上钱多了 或者咱们这一波啊 就搞一个这个车过去 试一下对手的箱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诶正好这几个坦克 摆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队型对吧 旁边呢也没有坦克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先撒铁木啊 先过来打掉对手的核电 反正这几个坦克质量都非常高 好你看对手的蚊子来了 赶快拉动一下队鞋 拉动一下队型 然后我们套一下铁木 你看 那这一波这个队型 是不是就非常的完美啊 好然后咱们过来啊 赶快点掉对手的基地跟重工 然后再分一个坦克 你看我们又过来捡他的箱子了 嘿嘿 这一波对手是不是很难射啊 我们又过来啊 帮他吃一下箱子了 手上啊 你捡到什么钱啊 好 那我们坦克啊 赶快过来点掉这个 哎呦 这蚊子 蚊子刷太多了 这基地 应该强 哎呀这个重工应该强换掉了 这个重工不强换掉 他待会 他能再造极 但是没有关系 你看 我们现在神圣啊 这个蚊子的数量 是不是已经非常多了呀 哎呀 坦克没有换掉啊 但是我们可以拿蚊子来换了 咱们现在蚊子啊 一个编队已经编不下了 对 两个编队 哎呀没有想到吧 咱们哪 到最后 蚊子竟然比人家小绿都多 哎呀 好 那我们呢 直接 两路蚊子啊 一路跟他火变 一路过来啊 咱们直接打掉他的各个复制中心 你看 对手的精力啊 都在火变上面 哎呦 这个防空车 这个防空车好肉啊 这个是三星火力防空车啊 那么这一波 蚊子暂时不要招惹这个防空车 因为这个防空车 如果操作的话 我们的蚊子啊 非常有可能会 被操作的 全队覆没 咱们打的稍微稳定一点 好你看 我们的蚊子啊 直接把对手的蚊子 哎呀 两路包夹 你不是无限钱吗 对吧 咱们直接把对手的蚊子 一波全都带走 好那你看 现在小绿啊 也非常有红颈精神 不过呢 这蠢蠢啊 就是做简自负了 对不对 他现在啊已经没有 任何能够翻盘的机会点了 我们直接来一手绝杀啊 由你带上防空车 再带上几个这个 蓝色的大哥大小兔驴 然后咱们就操作过 船到这一片高驴上面 小兔驴啊 户的大兔驴 还有防空 作为掩护对不对 然后啊 咱们再搞一些纹路过来 再做一下保护 你看 我们的这个电话哥啊 这个大兔驴 是不是就直接站在山上 给小绿慢慢打电话 就起了呀 好 那我们的蚊子啊 现在也可以下场 过去疯狂拆建筑了 剩下的这一些建筑啊 就完全就 咱们随便拆不就行了嘛 对吧 好那你看 剩下两个棍子 两个传场 那么这把是不是就 一不小心了 又赢了 兄弟们 这把这么厉害的翻盘 这么有节目效果的一局 我觉得OK 点赞过去绝对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那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